好,看到這個第一個軟體,大家記好,很好記 第一個軟體這個叫做 ARORA HDR 它幹嘛呢?它就是高動態的照片在做處理 較進來之後呢 圓圖,暗部沒有細節 透過自動處理,各位仔細看屋頂 還有地景,整個亮起來了 厲害的是,以前我們在調這個的時候 暗部如果去調量它,去動它的時候很容易髒掉 它沒有那個碎顆粒的造訊 放大的問題,它沒有這些麻煩 好,那基於風格的調整來看喔 我這裡都已經開了三套軟體在裡面了 你任意去做它,然後濃度自行調整 好,這邊有個小技巧要注意 它原本的篩形是這樣子 塞塞啊,塞塞啊 調好了 那麼如果說要讓它更清新的話 我會建議藍調多一點 因為每次在拍這邊的時候 黃都會過重 因為它那邊全部都是320的光線 那整個程式就很有成...很多 就感覺成就很成就 這裡稍微拉一下 另外這裡的細節呢 大家稍微動一下 你會發現它的那個...透亮會更好 那後面我再跟你們講一些 怎麼去用這些調整 可以把它調得更加的這個...立體 然後更漂亮、更誇張 也就是說看了會挖一下的一個感覺啦 那這是這個... Arola HDR 好,下一個... Luminar 跟Luminous很接近喔 這是Luminar 好,我們隨便調一張喔 看一下喔 太彈性開太多了 平的,沒有立體感 透過它調整之後 整個立體感就出來了 好,我們再看一張 原本的啊 好 那這就是戴老師跟阿唱 阿唱你就負責入名了嘛 3 那你是負責哪一個? 空拍的 空拍的 空拍的,好 感覺怎麼樣 就等於說我們讓一個普通的 剛學攝影的人有信心啦 因為按兩下 基本上這是很多很多 全世界很多攝影師的意見 認為一張圖 最後要調成什麼樣的風格 什麼感覺 他們都匯集在這個裡面 讓你去自由創作 好,這個 在處理風景的部分很OK 那再來看喔 它這裡有大量的 系列給你 有大量的系列 可以參著風格去使用它 那麼會有一些些微的變化 會有一些微的變化 那其中看地上這裡 這裡完完全全不夠鮮明 而且平平的一片感覺 霧霧的水氣在上面 我的觀察是水氣的感覺就不見了 那種霧霧的水氣感 而且很透 讓整個畫面變透 我們再看透 這裡喔,觀察這邊看一下 我都間諜照了 霧霧的齁 我拉錯了 霧霧的 霧霧的 現在霧霧的 看景這邊 霧霧的 霧霧的 透過去了 好,這是 這個就是Lumina Lum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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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好,下一個 這是空拍機 空拍機的部分 你就是把圖丟進來就可以了 丟進來之後呢 它就幫你運算出一個軌跡 不是軌跡,就是風格出來 那風格變化你可以透過這裡去選 有的很誇張啦 有的很平淡啦 那空拍的畫面呢 它會幫你修正成一個 就是說 這些 一些玩家們 他們通常會讓一個 相機出來的影片 相片 最後能夠為大家所接受喜歡的風格 就建立在這裡面 各式各樣的風格在裡面 那沒有人會說 現在這個情況 不OK 但是呢 當你用過這個東西之後 你會發現 更OK 因為細節變得更多了 所以呢 穿著這些 世界上的這個攝影大師 他們喜歡的風格 所建立起來的這個 模板呢 濾鏡呢 讓你直接套用 直接享受這樣的一個 調光調色的樂趣 而且 以前要學這個 基本上 Photoshop 調到你 還沒靠出來 因為它會牽一髮動全身 那麼這個東西 就有趣在這邊 它就是 都有 幫你做好 整個 的 這個 大致上 大家喜歡的風格 建立起來 好 再下一個 那現在這個叫AirMagic 那下一個我們要講的軟體 是這個 我丟進來的時候呢 它是長這個樣子的 看起來沒有什麼 這一台是S1拍的 好 修了之後 你會發現S1 基本上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 被更動的非常的少 S1它本身的這個 出來的原圖呢 被這套軟體 更動的非常少 但是我用手機 來這邊做的時候 更動很厲害 就變化很大 也就是說呢 當一個相機 透過這種 自動修圖軟體之後呢 如果有很大的更動 那代表它還有進步的空間 如果更動的很小 我個人認為好像 很趨近於一些 大家的喜好 那這樣說法 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我個人的感覺是這樣 它開始進行分析 另外一個風格 好 這是另外一個風格 那 自己慢慢玩 有很多種 那其中一個風格 我喜歡的地方 是在這邊 各位看一下背景 現在這背景 好像也一層霧霧的 沒有立體感 色彩不夠重 看喔 慢慢看 仔細看背景 還有衣服的反射 衣服的反射 這邊要開始變化了 看衣服的反射 袖子這一邊 我看到這個細節 讓我喜歡的是 這個背景的處理 原本背景沒有那麼 那麼好的一個色澤 那背景 那背景 透過這樣的一個處理之後呢 整個顏色出來了 人的立體感也更加顯現 源自於它的這個 調光的一個 這個邊緣 你看一下這裡 整個衣服呢 變得厚重了 變得比較厚重 那人的立體感也更加突出 好 那這個當然是 大光圈前景深的效果囉 那當然 如果再透過自動化調光調色 基本上我個人覺得已經差不多可以了 好 我們來看這裡 這裡是你整件事情的 整件事情調整的幅度 你要多強多弱都可以 沒有 有 好 這裡是調眼睛加大 眼睛加大 眼睛加大 當然最好是找特寫一點的 照片會比較明顯 好 那麼這裡是 皮膚加大 皮膚變得比較漂亮 按下去 按下去 我還是在找一張那個 呃 到底是這個 Photolumen Lammer Lammer Photolammer 我們再分工一下 人的部分 你那邊材料多 那 這兩個是最 最最最最簡單 就是 因為它系列是一樣 Photolammer Lammer 跟那個 Air Magica 這兩個 差不多 齁 就是風格還有做法 都都是如出一側 所以等於 研究了Air Magica之後 等於這個也研究好了 齁 差不多 那麼 特別強調眼睛變大 皮膚變好 這是它的特色 但是 現在我在這邊出來 是沒有看出來 好 這四套軟體呢 將會由 怪機師這邊 做台灣這邊的一個 推廣 那麼 幾個面向 大家可以到 網路上去購買 10天 到網路上去下載 免費的 它免費有點難找 你認真找一下 可以找到免費的版本 再來呢 免費版本找到之後呢 你就可以做什麼呢 10天的使用 沒有限制的使用 就是說沒有功能限制的使用 那 目前有中文版的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 這個有中文版 叫做 Lumina Lumina 3 各位請原諒我的發音齁 我的英文真的是 從小就是沒有讀好 所以請原諒 那Lumina 3是有中文的 其他的 原廠是說 必須要有量啦 所以我們必須努力的 把量推出來 讓量出來之後 都進入中文化的世界 一樣 都有10天的 試用 那麼全功能 那 各位跟怪計師購買 我們會有折扣 我們會 您會款之後 我們會給你一組序號 一組序號呢 有5台機器可以裝 好不好 可以裝5台機器 所以你公司行號特別划算 而且這個軟體是買斷式 價格不貴 那重點是找得到人 我們譬如說 大公司的這種 繪圖軟體 你要找到人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他們太大 你找不到人 但我們找得到工程師 找得到人 回答問題 還有提供意見的時候呢 也能夠得到適當的回答 看是不是未來能夠 擴充在這裡面 像我們現在就是 拜託他能不能加浮水印之類的 他都可以 他就是用一個PNG 用疊圖的方式疊上去 好 這是一個做法 好 那軟體的銷售大致上就是 你試用完畢之後 跟我們購買優惠序號 會比官網便宜很多 那我們會給你優惠序號 或者來店裡頭裝 店裡頭裝會更加的便宜 那麼請你們 把握這個 使用的這個機會 因為他不用 十天是不用錢的 那麼 我們基本上 同仁看到之後 基本上弄掉掉 都蠻喜歡這套軟體的 那就是很簡單 很好學 不用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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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再來就是 其他的細節 的部分 我們將來會在這裡 做一系列的教學 但是說真的 自己摸就知道了 真的有過簡單的 按了之後 就自己改變風格 各式各樣的風格 隨心所欲 喔 這有 可以嗎 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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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像Catalogu的水準 建案 建案的水平 好 那這邊謝謝大家 謝謝